弟弟带着女友回家,小绿茶见面第一句就暗放 姐姐你都年近三十了,为什么还赖在家中啃老 这庞大的家产可都是属于我的 姐姐做人不能太挑剔了,差不多找个人就可以嫁了 改上五一假期,亲戚朋友相聚在小玲家 但直到晚上五点半,弟弟还没回家 小玲,你赶紧给你弟弟打个电话 那么多亲戚朋友都在等他一个小孩都不好 小玲点了点头,拿出手机拨通弟弟的电话 电话刚拨通,弟弟就急吼吼地说 姐,我们已经在楼下了 你们还有谁跟你一起吗?快点吧,就差你一个人了 说完挂断电话,没过两分钟 弟弟拉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站到了家里 兴奋地说 小玲,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女朋友小玲 你好,我是小帅的姐姐 虽然对于弟弟突然带个女生回家有点意外 但还是出于礼貌打了个招呼 毕竟这还是弟弟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 看样子是奔着见家长来的 谁知那小兰并没有向小玲问好 却是轻轻吃笑一声 瞪着一双大眼略带嘲讽的地问 小玲姐姐,听说你都快三十岁了呀 你现在有男朋友了吗?什么时候带回来啊? 没错,财神爷来了 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小玲不悦地皱了皱眉 小兰却还在自古自地说着 姐姐,女人年纪大了就不好找对象了 你也别太挑剔了,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吧 说着,她突然夸张地捂住嘴问 小玲姐姐,你不会打算一直来在王家不出嫁了吧 王家确实家大业大 但那以后都是我跟你弟弟的呀 跟你可一毛钱关系没有 我可先跟你丑话说在前头 我可不打算养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女人的 一席话说的小玲怒火已经冲上天灵盖了 心里想这是哪里来的大奇葩 第一次进别人家门不老老实实做人 还在这嘴巴没个把门的 别说小玲现在有男朋友 只是还不想结婚 打算多过两年舒服日子 就算没有男朋友,没有王家家产 她也能自己养得活自己 这女人还没进家门 就已经把自己当家里的主人了 要是真让她进了家门 恐怕她这个姐姐怕是连个立足之地都没了 小玲刚想开骂 大伯母已经站了起来 敞开她那响亮的大嗓门嚷嚷的 哎呦喂 这年头年轻人比我们这些老人还要迂腐啊 这还没嫁进来呢 就管到大姑姐身上了 这要是嫁进来了 我们王家其他人还有立足之地吗 小兰愣了一下 这才发现客厅里还有很多人 现在都看笑话一样的看着她 一下子脸色就涨得通红 小帅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也是关心一下你姐姐的终身大事 小帅立刻心疼地安抚 大伯母 小兰哪有那个意思 你也太夸张了 大伯母痴笑一声的 小帅 你也这么大了 好坏还看不出来吗 我们也懒得管你 但我们这些老人还没死呢 这位小姐想嫁进来 最好先拿面镜子 照照自己头上到底有几根葱 没有的话 最好先去买几把插在头上 再到我们家来装算 小灵棱眼看着弟弟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黑 心中对这个从小到大疼爱有加的弟弟也越来越失望 没想到他竟然被养成了这种恋爱脑 纵容别人诋毁自己的姐姐不说 对家里的亲戚长辈也越来越不敬 这是身边已经传来了小兰小声的啜气声 小帅 大家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是不是因为我家穷 所以都看不起我 好家伙 你不说我们还不知道你家穷呢 这就又给我们暗上了罪名了 大伯母 你少说两句 小兰 不会的 你放心 大家现在是没跟你深入接触 接触后一定会喜欢你的 你那么善良可爱 算了吧 这种人我可不想接触 小林啊 咱别跟不相干的人生气 有些人表面打扮得光鲜亮丽 实则应该多吃些化妆品 增加些内在美 小林被伯母的话都笑了 也懒得看小帅跟小兰在那里你浓我浓 大伯母摆明了是要给小林撑腰 亲戚朋友们也都你言我意语表达了 他们都是站在小林这边的 这女人休想进我们王家的门 要是让她进了门 那就是你大伯母这些年的饭白吃了 小林笑了笑 安抚大家别理他们 大家便都又说笑起来 这时小林的母亲出来了 震惊地望着小帅旁边的女人 这女的谁呀 你儿子的女朋友 自封的未来我们家的女主小兰 小林爸爸也出来了 文言一声怒吼 小帅 你回来为什么不跟长辈打招呼 你的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小帅被爸爸吓了一个机灵 爸爸的低音炮继续轰炸 这女人是谁 你打招呼没 你就往家里带 小林的父亲 从小就被当作继承人养大 最注重离教养 弟弟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 是他最痛恨的 就在这时候 大伯母添油加醋地 把刚刚那不愉快的初见副述了一遍 弟弟张了张嘴 刚想解释 父亲已经怒不可恶地指着他 让他滚了 这位小兰小姐是吧 我们王家有个家训 也许你不知道 我们家都是穷样儿子富养女 家产只传女不传男 正好我儿子过完年就25岁了 已经到了年纪 我会没收他所有的附属卡 以及现在借给他住的豪华公寓 他到年纪自己去闯荡事业 白手起家了 想必你应该能陪着他 熬过这段苦日子的吧 小兰文言脸色一变 伯父 我知道您真是想考验我 您放心 我爱的是小帅这个人 不是他的钱 就算他继承不了家业 我也相信他的个人能力 会让我过上好生活的 小帅这个恋爱脑 立刻感天动地地说 小兰 我就知道 你跟那些势力也不一样 说完后 他转过身 一改先前唯唯诺诺的态度 强势地看着附近 爸 我从小到大都没听过 我们王家有这个家训 如果有 那您又是怎么继承的王室集团呢 继承权不应该得二部他们吗 所有人都震惊地望着他 没想到他竟会吃力爬外 跟着那个绿茶反抗家里 我知道 你们从小就更疼爱姐姐 但我也是你的儿子 你们如此厚此薄彼 就不怕伤了我的心 以后没人给你养老送终吗 父亲被他气得脸都抽出起来 妈妈赶忙安抚道 你别急呀 别生气 你有高血压 气坏了身体怎么办 你听听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他说的不是人话 你就更不应该听了 怪只怪我们没把他教育好 不会自己动脑子 听风就是雨 容易被别人带跑偏 小帅从小到大都很听话 就连初中的时候 也没出现所谓的中二病 他从小耳根子就软 但没想到他的叛逆 竟然会出现在这种时候 小林刚想说话 老爸手一挥 小帅 你赶紧带着你这个 深爱的女朋友滚出去 你没听说过 就说明没这家训了吗 我这就告诉你 这家训就是我定的 我就是定这家训的老祖宗 我的钱 我想给谁花给谁花 公司想给谁继承 就给谁继承 至于你说的什么养老送终 我还真不稀罕你 给我养老送终 人死万事消 一坨黄土一层灰 指望谁也不敢指望你 弟弟没想到 父亲竟然这么坚决 亦是有些骑虎难下 便将求救的目光 看向亲戚朋友那里 大伯大伯母 这好不容易大家聚一起 我也是回来一起庆贺的 我们没想 闹成这样的 你们也帮着劝劝我爸 我只是带着小兰 来一家团圆的 大伯母白眼一番 小帅呀 你早上没刷牙吗 口气那么大 你看看 你爸都被你弃成啥样了 这是来庆祝的样子吗 我怎么看着 像是来逼宫的样子 我们王家能走到今天 靠的就是一家人团结对外 你这胳膊肘 怎么那么喜欢往外拐呢 所以也认不得我们 全都看你不顺眼吧 我劝你还是快点走吧 别影响我们一家团圆才是 小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 小兰小声安慰他 小帅 我没想到 你口中友善好客的家里人 竟然是这副模样 他们不把你当家里人 你就跟我去我家吧 我家里人以后 就是你真正的家人 小帅用力地点了点头 拉着小兰就要往外走 一家人都淡淡地看着这一切 这小兰一定还觉得 这是他们家在考验的 他倒是好手段 知道小帅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只要将小帅牢牢握在手中 总有一天 家里会妥协让他进门的 小灵看了眼爸妈 却感觉 他们这次是真被小帅伤透了心 眼看着他们要走出大门 一直没轮上 说话的小灵终于开口了 小帅 你没打招呼 就把他带到家里来 仅仅只是想让家里认识一下他吗 没等他回答 小灵摇头笑了笑 我看不一定吧 正常人谁一到别人家 就那么没礼貌地 指着未来大姑姐的鼻子 骂他老圣女 如果不是你常常在他耳边说 我的话话 我想他应该没那么大的胆子吧 我没 小帅脸色通红地想反驳 小灵抬手制止的 如果不是这次我还没看出来 你竟然已经这么厌恶我了 我一直以为 我们从小到大的关系 虽谈不上亲密无间 但血浓于水总是要深刻些的 可就算你针对我 你也不应该恋爱脑上头 说出那么伤人的话来伤爸妈的心了 在这种合家团圆的时候 这是作为人子能淡出来的事吗 爸妈一直教育我们 没文化可以学 长得丑可以整 但心眼坏可没法治 望你们走出家门后 能好自为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未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